那么我们在这里纪念主 那么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圣经上的一些记载 看看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我们可以从几个经文里面看一下 祂的这个降生的情况是为什么 好的 我们先看 这个 马太福音和马太福音 第一章第十八节 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所以这一点呢 这个是怎么样的 我们要看看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 所以说他的这个降生呢 跟这个什么 跟这个 这个 这个 亚伯拉罕 以撒的这个降生有好像 有异曲同工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在里面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以撒呢 是在他的父亲 跟他母亲就是 这个亚伯拉罕跟撒拉都没有办法在怀孕生育的时候 那么神说我明年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来造访你 你又比会这个怀孕生一个孩子 所以说以撒是什么 是由这个圣灵 这个赐福给这个撒拉的 不是从仁义 乃是从神义 那么在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亚伯拉罕呢 他的名字叫什么呀 叫多国之父 原来叫这个崇高的父 再叫亚伯兰 亚伯兰的意思翻出来叫崇高的父 那么亚伯拉罕翻出来的意思 叫神多国的父 那么你看 这个神用人 把他跟人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比喻 就是找一个亚伯兰 亚伯兰是从崇高的父 那么崇高的父就像神在没有跟人建立关系前 是个崇高的父 因为他是在所有的万物之上 他创造了所有的万物 但是他跟人他要有一个关系 所以他就告诉亚伯兰要成为一个亚伯拉罕 那么亚伯拉罕的意思翻出来就是多国的父 那么神要借着一个有信实的人 成为一个多国的父 那么神在那里就拣选了人 拣选什么 拣选一个是一人 因性成义 所以这个因性成义 并不是讲 但是这个在旧约里面 并不是指新约里面 也是在旧约里面也有因性成义 那么如果你看呢 那么这个 所以说呢 神这个亚伯 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什么 不是从仁义而生 乃是从神义而生 因为什么样 圣灵来了 因为是生命的主 那么生命的主会带下来生命 所以他不需要经过人的工作 他一样可以 这个变出这个 就是产生生命出来 然后呢 说讲的是怎么样呢 这个丈夫约瑟是个也不愿意明明的羞辱 他想要暗暗的把他羞了 为什么呢 奇怪 你没有跟我呢 这个上课 这个没有跟我在这个结婚 没有跟我再结婚 你们就这个 我就怀了孕了 那么一定是你跟的别的男人 所以说呢 但是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他的这个丈夫约瑟是个艺人 你看呢 这个艺人是什么 有包括为人家遮羞的 艺人有包括为别人遮盖的 遮羞的 他不愿意明明 要是一般的 好比说一个男孩子 发觉他的这个未婚妻呢 没有跟他 这个正式结婚以前就怀孕 那么现在这个情形很多了 这个这是在以前的日子 这个男女啊 瘦瘦不清 没有结婚以前 是不能有发生任何的这个肉体的关系的 是不对的 那么所以说呢 那么现在就是说 如果说你发觉这个未婚妻 他突然怀疑了 那是不是应该跟别的男人好了 才会怀疑呢 那一定会大破口大骂 到处宣传毁坏了这个女子的这个名声 这样报复 但是怎么样 这里讲约瑟是个艺人 所以不愿意明明的秀 他想要把他暗暗的秀 这四年的事情 神的世界就在梦中显现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 不要惧怕这关 娶过你的旗子玛利亚 因为他所怀的运势 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什么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那么耶稣的意思 翻出来的意思 就是耶华是我的拯救 耶华是我的拯救 所以说呢 你看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名 耶稣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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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希腊文 应该是叫做Hasus Hasus 他们这个J的发音是H H的声音是H的发声 所以说呢 在西班牙 或是说这个 我曾经我在美国 碰到很多墨西哥 因为墨西哥就在 这个美国的南边 有很多的墨西哥人 在这个美国里面住 那么他们很多都取的 这个取的名字 就是基督 耶稣 其实他们说 我们这个耶稣的帆船 就是叫Hasus 那么这个 那么在西伯来 有个文字叫Yashua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这样 耶华是我的拯救 那这一切事情的成就 是要应验主 借先知所说的话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她的名为 以马内力 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这个童女怀孕呢 这个是 主耶稣基督 他从一开始出生的时候 就不是从人 不是从血气来的 乃是从圣灵来的 从神的意念 就好像以撒一样 他不是从人来的 是从神来的 那么这个 这是讲的 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他的这个历史 那我们再看看 另外一段圣经 另外一段圣经 那么就讲到这个 这个 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这个福音的起头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得说 看来我要拆将我的使者 在你面前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路 修止他的路 照这话 约翰来了 在旷野施洗 传悔改的洗 传悔改的洗礼 使罪得赦 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 都要出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好 那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 在主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 怎么样 神会派人在旷野里面 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路 修止他的路 那么刚刚在上一节的查经里面 我们也提到这个 这一句话 那么这个是在末后 这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 第二次的时候 那么他也会兴起 他的这个仆人 使者在前面看路 是什么呢 是大量的先知们的服饰 所以说呢 在后来的日子 我们会看到 先知性的服饰 是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多 然后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精准 越来越精准 为什么呢 就是叫是预备 预备自己的心 预备主的道路 修止他的路 预备主的道路 修止他的路是什么呢 就是预备人的心 预备人的心 那么这个人的心 在旧约是这个 这个人的心呢 是这个 这个旧约里面是讲地图 那么在新约这个地图 就是讲人的心 所以说呢 这个将人的心都夺回 都归向基督 乃是在神面前大有能力 所以说呢 这个神的同在在幕后 只要主耶稣基督 再来第二次前 神的这个圣灵的工作 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然后大家属灵的恩赐 也会因为水涨而传告 就是圣灵来提升大家 所以基督子妹 圣灵怎么样高 你怎么样重用的使用 你神就所有的神经意识 你要记得都是处于神的作为 不是你的作为 神可以用你跟我 就是神极大的恩典 就要谢主隆恩 千万不要把这个帽子 自己戴的太高手 我多了不起 若不是神的灵在我们身上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说呢 就要看到 那么这个圣灵做公改什么呢 就是要叫传悔改的 犀利是罪得色 所以说主耶稣基督 在地上的行走的时候 他是一并赶鬼 传讲神国的道 他不只是传讲旧恩的道 他是传讲神国的道 为什么旧恩是怎么样 很多现在的教会 还是讲这个旧恩的这个道 什么叫旧恩 就是要悔改 悔改恶行的这个 还有受洗的洗礼 怎么样 这些算是基本的 小学的 那么我们要进度 讲到神的国的一面事情 才是更深的事情 所以说呢 是罪得色悔改 为什么人不悔改 这个罪就不得赦免 所以说神给我们 开了一个条件 就是有罪就要认 为什么叫有罪就要认呢 因为这个圣经里面 有几句话 第一个是什么 黑暗照在光中 光却不能接 黑暗却不能接受光 那么因此呢 是讲的这个黑暗 跟这个光 不是我们讲的 这个白天跟晚上 那个黑暗 这个黑暗讲的 他有一个自主的权利 他不想接受光 不愿意接受光 所以当光 就是讲的神的道 神的灵 一直光照在我们 哪里的时候呢 这个仇敌 恶者撒但就没有 有办法承受 所以说呢 这个恶者仇敌 撒但的工作 他不愿意被曝光 不愿意被曝光 所以我们在座内 在一直释放的时候 常常要记得 神所赐下来的 知识性的言语 点出来 这个仇敌的作为 在我们的身上 都在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 那就是把他撒但曝光 那么撒但一被曝光了以后 就站立不住 就不容易站立 他就失去了 他这个力量 当我们认罪的时候 就是曝光 那么圣经也说 他说我们彼此认罪 就必得一致 为什么要彼此认罪呢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罪 讲出来 不一定是张三得罪的李氏 张三去跟李氏道歉 当然这个也有 但是张三要做了一些 不对的事情 他就告诉李氏说 我做了某某一件事情 是不对 不一定是对的李氏做的 但是呢 当他这样说出来的时候 就把他的罪曝光 这个撒但就站立不住 使我们得一致 那么所以说呢 你看这个是个主耶稣来以前 什么样 要传悔改的洗礼 我相信在主耶稣第二次 没有来以前 全世界要有很多人悔改 信主 那是最后一次的大丰收 最后一次大丰收 那么第八节呢 当时这个 这个世纪约翰 在第六节 他说约翰 这个穿的骆驼毛的衣服 腰素皮带 吃的是蝗虫野命 他传道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用这个 万一要给他解鞋带 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好了 那么讲的主耶稣基督来 要给我们施洗 他是用圣灵来给我们施洗 因为什么样 我们水洗已经受过了 然后怎么样 我们圣灵的洗还要更大 圣灵的洗是从神那里来的 水的洗是从人那里来的 那么说水洗还不够 水洗但是是一个见证 好像在天地之间 一个宣告说 我今天是属于归的主耶稣基督 就像两个人要结婚的时候 有一个公开的仪式 请大家来吃饭观礼 就是跟大家一个宣告 说这两个男一女来结婚的 那么同样的 神怎么样呢 这个人这个受洗的时候 好像就在灵里面的一个宣告 那么在神的里面什么 他用圣灵来给我们施洗 因为神是个灵 神是个灵 他用什么 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节圣经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节 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节 里面怎么说呢 他说天使对他说 撒加利亚不要害怕 因为你所祈祷的 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 你的妻子 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他必欢喜快乐 有许多人因他出事 就也必喜乐 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 淡酒浓酒都不可喝 从母腹里就要被圣灵充满了 他要使以色列回转 归于他的主他的神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在行在主的面前 叫为父的心转向 而你就要被你的人转从 一人的智慧 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好那么在这个主耶稣基督 没有来前神要再怎么样 在这个世界里面呼召什么样 呼召香由以利亚心智的 那么以利亚心智是什么呢 你看他第一个是什么呢 为神的国非常的热心 为神的国热心到什么程度 他就在山上里面 就一直在为以色列祷告 祷告到什么程度呢 祷告到火从天上降下来为止 那么祷告到什么程度呢 祷告到什么 他要去见这个神 神看他预备好的时候 就说你去见这个 见这个以色列的王 见以色列的王 那么这个 见了以色列亚哈王的时候呢 这个亚哈王就问他说 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吗 因为他祷告三年半没有下雨 他这个以利亚怎么回答 这个亚哈王呢 他说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和你的副驾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百姚像的新邪书 而且他取了一个耶稀别 那么所以说你看 这个以利亚对一个国家的君王来讲 好像一个父亲责备一个儿子 他做的不对 然后呢 我相信这个以利亚哈王 一定在他面前有认罪悔改 所以说怎么 他就到山上去为以色列祷告 求神呢 能够把雨再降下来 他祷告了七次以后呢 神就允许了他的祷告 所以说你看 这个以利亚是什么 他有心志要看到他的国 被神重新得到 因为这个耶稀别杀了神的众先知呢 又教导百姓的去拜这个贾神 行邪术大大的得罪了耶和华 那么因此你看 在末后的日子 神要兴起一批人来 对神的国是非常的热心火热的 对着仇敌是非常记恨的 对着撒旦是非常记恨的 对着不公不义是非常不喜悦 不这个好像饥饿如仇 不看到神的国的神的心意 得到彰显就不罢休的 那么这一批人会怎么样的 这一批人会昼夜在神面前 来寻求神的面 寻求神面到什么程度 只等到神的能力降在他们的身上 神就会打发他们出去 所以说你看在末后的日子 神要兴起的这个以利亚 而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以利亚的世代 是一个以利亚的大军 这个以利亚的大军是怎么样 而且以利亚最后怎么 他有传承 他有传承一个给神的给以利沙 以利沙就得了加倍的恩高 所以我相信我如果说 我们这一代是以利亚的世代 那么下一个世代 就是以利沙的世代 那么这个是 他们是站在这个 巨人的肩膀上往前走 所以他们就会长得更快更好 那么现在我已经看见了 年轻的一些先知背心起来 他们是这个三级跳的 被神提升 所以说你看 神这个作为是在末后的样子 所以说你看这都是神出生 这个或是来到世上以前的时候 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那么从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讲到这个主耶稣基督 这个降生的过程呢 到最后是怎么样呢 这个讲到这个以利亚 到最后他要 这个世试约翰要被呼召出来 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呢 你看主耶稣基督被降生的时候呢 这个由三个东方的智子来朝见他 带了乳香带了末药 带了乳香带了末药 这个乳香是什么呢 乳香是一种非常清香的剂 这个擦上去以后 整个这个房间都是充满了香味 就是基督身上带了一个非常什么样 带了一个清香之际 如果说你碰到一些亲心爱主的弟兄姊妹 或者神的仆人的时候 你会跟他感觉跟他在一起 就是非常的喜悦 非常的喜悦 因为他带了身上主耶稣基督的清香的清香 那么这个末药是什么呢 末药是插在什么样 是防腐剂 这个末药也有他一种末药的香味 那个末药的 这个末药是做什么 是防腐烂的 所以说你看一个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到他的生命里面 一个人记得耶稣能够得到被适宁的浇灌以后 开始好好的寻求来寻求神的面的时候 那个神的这个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有一个防腐的作用 什么叫防腐的作用呢 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个腐败的 这对着神是一个心心的 清新的 那么这个当一个人真正越来越爱主的时候 这个神防腐的生命就进了他的里面 他就不容易被世界东西所吸引 他就不容易被世界的东西所勾到 为什么 因为他的心是在主耶稣的身上 所以说你看 所以说这个三个这个智者呢 带来这个这个末药 还有这个乳香 这个末药是防腐的 所以说你看一个真正爱主的基督徒 他不会与世界同流合物的 他不会与世界同流合物的 因为他在他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 有一个更大的生命 可以帮助他抵抗世界这个腐坏的事情 所以说你看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有这么多的事情 那么他要什么样的 这个使人回转 那么主耶稣基督 就是我上一节查经的时候讲到 他有两个最大的任务 一个是将父的荣耀 把要活展现出来 把父的本性展现出来 而第二个是为我们成为被逮罪的羔羊 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 所以弟兄姊妹 为什么在这个西方的世界里面 在庆祝这个圣诞节的时候 他们互相买礼物赠送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送了我们最好的一个礼物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说他们在西方的国家里面 他会买礼物互相赠送的原因 就是纪念父神 将他自己独生的爱子 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在其他的地方是怎么样 或是在中国大陆 你们要是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要为他第一个传福音 第二个是什么呢 不妨可以买点小的礼物 彼此赠送 说什么呀 因为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他父神把他当最好的礼物给了我们 我们也买一个小的礼物送给他 这个我们自己所亲爱的家人 或是亲友 好 叫他们纪念祝耶稣基督 好 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讲到这里 耶稣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圣诞节 这个跟这个新年 好 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结束 好 耶稣祝福你们 好 再见